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 不但有金钟报国的英雄 也会有背叛国家的叛徒存在 今天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在不同的三个时期 都选择叛国的三大罪人 第一位唐朝安史之乱的主导者安禄山 在刚到朝廷为官的时候 唐玄宗非常器重他 不只是他本人 更是连他的儿子们都在朝廷 有一席之地 这样被拼爱的安禄山还是不满足 他决定要刺化动乱 也就是著名的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便没了当年的繁荣 百姓名不了声 真的是一大惨状 历史的退步啊 第二位明朝人士洪成仇 他在明末成功镇压过农民起义 并且被重真帝信任 但他后来依旧投降于清朝 卖国求荣的行为让明朝加速了灭亡 虽然洪成仇在清朝发达了 但依旧不能抹灭 他是卖国贼的事实 第三位汪金卫 在民国初期备受孙中山的信任 也为革命做出了不少贡献 但却在抗战中多次签订不平等条约 卖国求和 更是在之后多次阻扰红军取得战争胜利 让东北地区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还好最后汪金卫的目标没能得逞 而且他最后也得到了报应 因为骨髓肿病死在他乡 如果没有那些不平等的条约 我们或许会进步的快一点点呢 我们下期再见